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评评 这个在中国绝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到底表达了什么吧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日本 有一户六口之家 这户人家的人缘构成就相当复杂了 在故事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先把人物关系全部捋顺 方便大家对接下来的剧情进行理解 我们按照年龄的顺序逐次进行介绍 奶奶的老伴去世之前出轨了 奶奶一气之下带着儿子离开了老伴独自生活 住在政府发的低保房里 领着低保金 儿子在工地干活 挣得不多 儿媳在洗衣房干活 挣得也不多 儿子和儿媳并没有领结婚证 成年的妹妹 我们就叫她小美吧 小美在特殊机构工作 工作内容就是不可描述的 充满日本特色的那种 小美是奶奶老伴出轨对象生的儿子女儿 孙子是儿子在一辆车里捡到的 我们就叫她短毛吧 孙女儿是儿子在一个胡同里捡来的 我们就叫她长毛吧 全家都偷偷住在奶奶那间巴掌大点的低保房里 短毛正好是上小学的年龄 但是她不能去上学 她是被捡回来的 没有户口 不能见光 白天儿子和儿媳都出门工作了 短毛就带着长毛出门偷东西 他们一般会到大超市或者便利店 去偷生活用品和方便付食 生活似乎会按照这样的轨迹 永远向前推进 但变故就这样发生了 儿子在工地上干活 不小心摔断了腿 没办法只能回家休养 然而这不是简单休养的问题 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 这个原本就贫困的 几乎支撑不下去的家庭 就很难继续延续 于是儿子开始带着短毛和长毛 更加频繁的偷东西 小到方便面水果 大到鱼竿 都在三人完美的配合下 从未失手过 入下了 这个家庭迎来酷暑的同时 迎来了第二个变故 儿媳的工作也丢了 原本儿媳是可以选择不用丢工作的 但是被人抓住了 长毛在自己家里 这个把柄不得不妥协了 虽然生活总是不停的暴击我们 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勇气放弃生活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全家人一起去海边避暑了 这个时候一家人还是起乐融融的 在一个普通的清晨 他们迎来了第三个变故 奶奶去世了 奶奶去世对这户人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他们现在住的房子 是国家给奶奶分配的底保房 家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是奶奶的底保金 而奶奶的去世 标志着这些 他们将全部失去 儿子和儿媳并没有选择举办葬礼 只是将老人的尸体埋在了院子里面 然后就开始欢天喜地的 接手了奶奶的遗产 一个又一个的变故发生 其实就是生活在给这户人家提出警告 可惜的是 谁也没有放在心上 于是第四个变故发生了 短毛似乎是过够了每天偷东西的生活 也不想让长毛再偷东西了 一次在便利店偷东西的时候 故意被店员发现 理所当然的进了警察局 警察顺着短毛这条线索顺藤摸瓜 终于将这户生活方式扭曲的人家一锅端了 原来儿子和儿媳之所以能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联手杀了儿媳的前夫 儿子两次往家里捡孩子 是因为儿媳失去了生育能力 却想做个母亲 儿媳从前和小美从事着 同样的不可描述的工作 经此变故 长毛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 她的父母似乎是非常出名的人物 长毛又过上了不快乐的生活 每天没有饭吃 没有人陪 还要承受母亲的虐待 短毛被一家救助机构带走了 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也终于如愿以偿的上学了 儿媳将这一切所有的罪责 全部承担了下来 小美也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电影中留下了很多细思极恐的细节 比如说奶奶将小美留在身边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为了报复 当年抢走自己老爸的女人 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 长毛爬上凳子想干什么 是不是想要跳楼 这些电影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从头到尾都没有被解答 为啥你们日本的各种超市和便利店都没有监控 我是独妹子 感谢收看本期影视有毒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即获取更多影视推荐 请关注订阅影视有毒 我们下期见